好了 接下来 第二页我就不动他了 第二页我先暂时不动 因为我想要做 其实那时候是想要做热点分析 好 这边我就暂时先不做这件事了 诶 我昨天做的 好吧 你记不记得我还有做那个同期比较 对不对 我可以勾选 任意勾选某两年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暂时不做同期比较 因为其实这个同期比较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他给我的是记的资料 这个叫做 哦 假设我想要看2021年第一季 跟2019年的第一季是否有差别 好 类似这件事情 好了 但是但是我看一下 这边这边应该是有变动 这边应该是有变动 只是我觉得这个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啊 最好太小的不要呈现 最好太小的不要呈现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哦 那个 南区啊 他那个零点 如果我设到零点零一以下 我就不呈现的话 南区就变没有东西了 就是他都很小 他都很小 所以晚一点我们再去设定这件事 因为那个ную 我认为的是 因为医学医疗 我在讲什么好 我现在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一个教学 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2021年的资料 对不对 这里面有降血压 2021年的那个用药日数重叠率 你看最后这个是不是2021年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证明 就是假设我有增加进去2021年第二季 2021年第三季的资料 2021年第四季的资料会 如果你拿到是会陆续一直增加进去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我现在要麻烦请你们 麻烦请你们 那个修改资料来源 记得吗 这件事我昨天交过一次 因为他太重要了 所以我必须要再交一次 这个资料你现在不进 powerclery 编辑器进行数据清理 没有影响 可是怎么可能不进数据清理 一定会进行数据清理 当你换资料的时候 你就需要进入数据清理 可是谁不需要进行数据清理 主管 就是如果他只有读这个群线的人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台南医院 到时候把这些热点分析 放在网站 常用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发行 这个绝对可以发行出去 给大家民众去看的 那民众是不能修改我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或者是你的主管理论上 他只要 他只要去玩这些报表 他不用进行数据修改 这两种性质的人 他是不用去做 所谓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设定 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要做数据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一起来把这个正确的数据来源定义好 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是拿老师所提供的成品 他的数据来源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修正数据来源 然后以方便我后面的数据清理工作 所以如何更正那个数据来源 所以一麻烦跟着做咯 一请点选常用 二麻烦请点选转换资料 三资料来源设定 一请点常用 二请点转换资料 下面这个往下的箭头 三请点资料来源设定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路径改掉 请把这个路径改掉 所以请点他请点这个路径 第四个动作请点这个路径 然后点变更来源 第四个动作是在这个资料来源设定 选到这个路径 然后请点变更来源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透过浏览 浏览就是去用眼睛去看 然后去找东西浏览 然后去找东西浏览 所以请点这个浏览 去找到你们应该也是放在下载 里面的那个降血压 降血压 然后点这个降血压药 然后点选开启 确定 关闭后面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完就对了 然后他就开始去套用整理 你的电脑应该可以套用整理